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样原则上把那个范例3 这个范例3的话请各位去复制到那个问题的上面这里 那当然底下就有几个问题 要有点像考考大家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这个资料好了 比如说我们先把它开一个新的专案贴上去 然后Ctrl加好了放大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也是一样有点模拟一个网页 HTML开头 HTML结尾 这没有HTML结尾 没关系就是到DIV 理论上应该还是会需要有个头有个尾 比如说尾巴 如果没有没关系我们自己补一下 尾巴一定是多一个斜线 有个头有个尾 Head有个头有个尾 Title有个头有个尾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的资料在哪里 一样会产生一个SP的物件 就是BuiltableSoup的物件 那透过它可以用Find 可以用FindAll去找到我们要的资料 那比如说呢 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要我们做什么资料呢 要取得Title 这个比较简单 如果第一个的话要取得这个 比如说我们总共有六个问题 比如说把这六个问题Ctrl-C好了 一样就把它直接放在这个下面 我们分别来完成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要取得这个的名称 所以这边很简单嘛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Find里面的标签 什么标签呢 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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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文字就点Test 它的属性叫Test 这样的话呢 执行应该就是什么 网页标题 OK 没问题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取得所有类别 为这个RAID的一个超连结 我们看一下 类别在这里 一个 两个 所以哦 标签在这里 所以标签是A 所以如果我要全部 所有的 那所有的话呢 我们用FindAll 所以用SP 点什么呢 点FindAll 然后给什么讯息呢 A 所以哦 标签是A 第二个class 是什么 RAID 所以呢 我们就给 复制过来 把这个复制 过来到这里 那它回来的话 一定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用一个List 去接它 List1等于 好 那当然呢 如果你 假如 想要先print 确定一下 这个串列里面 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就把这个List 看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些 应该是这两个吧 执行一下 OK 是不是两个 一个 对 第一个抓到了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你会发现它 它抓到的会是标签全部 就是A到A 可是我只要什么 它这个题目是 我要里面的超连结 超连结在哪里 HREF 好来顺便讲一下 如果我要这个标签属性的话 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 必须 假设我要抓第一个 就是第0个 里面的 那个标签属性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再利用一个方法 叫get 一样get get什么呢 你那个HREF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HREF 这个 的属性 这个HRE 因为标签后面 这个都叫属性 这一开始也是个属性 我们如果要抓到的话 就是直接把 这个属性放在这里 就是我要把什么呢 把 这一个HREF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取得 那取得的话 它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HREF后面 从双引号开头 到双引号结束的这个资料 所以会 诶 我好像把那个HRE 上面这个HREF 这一个 跟这一个 所以 我现在如果要抓第一个的话 我又先用那个中瓜虎林 表示我要抓第一个 执行一下 诶 就抓到第一个 如果要抓第二个的话呢 那再print第二个 或者是说你跑一个回圈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再跑一个回圈就OK了 for i in range 或者是for each 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超链接 然后一个把它print出来 这个我就不写了 然后呢 再取得那个first first在哪里 first在这边 OK 那我要怎么取得 诶 当然好几个方法 你可以取得A嘛 然后再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 可是问题哦 如果取 假设取第一个的话 比较简单 我们用print 我用fine好了 fine什么呢? fineA 这个A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刚好是 红色 所以其实不用fineO 刚好它是第一个 所以我就不需要特别 特别 把这个 因为如果抓 它其实如果用fine fineO的话 会有两个 因为它其实A 跟class有两个 如果是抓第一个 那理论上就会抓到first 我们执行一下 OK first就出来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取得这个超连结 这个超连结 跟刚刚这一样 其实就这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要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东西 里面的东 所以其实 它要的其实还包含标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会包在哪里 title 然后跟这个什么 title 然后h1 所以理论上 我们如果要取得 这个 这个是head 然后h1 里面文字标题 所以如果我要取得这个 这个资料的话 那我看一下 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你要取得一个以上的东西的话 那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 用print 那find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是sp 如果我刚刚是find一个 可是如果你要find多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一样用find all find all find all 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是一样给标签 不过这里的话 因为有一个以上的标签 那其实这边你可以给它一个串列 跟他讲说 你先帮我抓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title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h1 所以你给它第一个是先去找这个 找完之后呢 再帮我找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h1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再跟他讲说h1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先去抓这一个 再去抓第二个 ok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得到这个 后面记得不要点test 如果点test的话呢 他这个前面的标签就会被去掉 ok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没问题 那它是一个串列 所以得到结果 那最后的话是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 图档这个image的source 路径 是这一张图 一个档名跟副档名 那基本上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a 里面的这个class 里面 所以这个的话呢 相对是比较 相对于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范例3里面的部分先完成 如果要取得 这个 IMG里面 图档里面的source的路径的话 最后这个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其实 逻辑也跟刚刚的部分是一样的 第一个的话 当然一样是 用那个sp去find 因为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 find 那find里面的话 一样先去找什么 找它的标签 它的标签叫做img 所以呢 就把这个img 把它放过来 它里面的话没有class 所以后面的话就不用逗点 它不用开 然后呢 但是我要找到的之后 我要取得它里面的属性 这个属性叫src 所以呢 我们一样用.get 刚刚有用过 然后呢 它的属性是src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 它就会帮我把那个src里面的这个文字 帮你取回来放在这里 所以我print的话应该就是会得到那个 这个src.jpg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src.jpg出现了 OK 那如果输出结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理论上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 这个第三个范例的练习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 等于是说我们把那个网页模拟 直接就放在这里 那待会的话 下一个范例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再去抓哪一个 抓那个tqc的这个官网里面的这个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是它一定三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是它的类别名称 第二个是它的证照的那个中文名称 第三个是英文名称 然后一样 d23123 那如果我希望把这些全部的资料呢 通通抓下来的话 那以前如果用Ctrl-C,Ctrl-V 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结果 可以把它存成csv 或存成excel 那它可以什么 123 类似像 这边看到的 就是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假设这个资料的话 这个是1 就放这里 第一栏 这是第二栏 这是放第三栏 123 下一个也是要123 123的放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会刚刚的方法 也蛮快的啦 怎么说 因为你可以按右键检查一下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 里面有什么太奇怪 你可以按右键检查之后 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它 它是DIV 那有个class 所以如果你要抓这个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可是呢 当然你可以往上再推啦 看看就是说 它有没有一个共同 就是大家都可以抓 就是说呢 一个共同的特征 是不是说 每一个这个都是 这个名称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是知道 如果要抓这个的话 那就这个DIV 这个class 如果抓底下这个的话 那你不能点击下去 点击它就连击过去 然后你可以选取它 或者你在上面按右键也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的话它是H4 那这个的话叫什么 这个叫small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先抓这一个 然后再抓这个叫H4 这个叫small 那不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它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好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呢 刚刚那个范例 先试着熟悉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就可以到那个 实际上的网页里面 透过刚刚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抓取最关键的地方 把我们要的资料抓下来 那并且试试看 那个TQC Plus的那个官网 假如我希望取得的资料是 怎么 3个嘛 123 3个栏位 那该怎么做 好